本期由太阳女神耀眼播出 我只想做个安静的美女子 时尚家庭料一周大雷窝 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 却更是收获女神的季节 在刚刚结束的金英私逼 二部是艺术节上 就又诞生了各种五花八门的新女神 凭借近两年的频频露面 赵丽颖成功逆席成为本届开幕式的金英女神 身着土豪金蕾丝肠群已是仙气十足 清新大气的妆容更是明显的加分项 没有复杂的出场形式和绚丽舞蹈 只是单纯的挥一挥衣袖 我说就已经醉了 醉了 跟她一比 那些女神简直像是蛇精出洞 比格太低 这边赵丽颖扮女神扮得正嗨 那边破阶已是按捺不住 开幕当晚 谢娜PO出美照自称太阳女神 没等死多久 便因主持太难 成为网友的吐槽对象 那姐别老自拍了 那姐回家多多点说吧 面对种种质疑 那姐继续肆无忌惮晒自拍 在紫黑的路上快马加鞭 让人措手不及 虽然身着left lower的你的确很美 但这种死猪不怕开水趟的无味精神 更让博叔佩服佩服 颁奖礼上不穿礼服 好比战场上不穿防弹衣 没有几块给力的布料 怎能抵御四面八方的枪灵弹女 杨幂一身Valentino 2014 早球金色长裙作为战衣 金光闪闪的亮片 好比杀死敌人的极光射线 看似云淡风轻的妆容 却难掩藏我秘的时尚远心 面对杨幂的来势汹汹 丽娘娘必须狠心杀敌 这身大红色薄纱长裙 同样来自Valentino 却是更加的咄咄逼人 呛尽为商量 奥廷的上围 更成为娘娘的吸睛力气 但不管两位小主如何努力 却始终难敌长腿的绝杀 当刘文身着 Julian McDonnell透视长裙一亮相 所有人都哭了 这种美不胜收 却难以驾驭的衣服 也只有超模才敢挑战 虽然这一道理人人都懂 却所有姐姐不相命低头 不同的场合同样的Valentino 张子怡身着银色刺旧长裙 告诉我们 理想与现实的距离 理想是围绕层层的仙气 现实是周围充满雾霾 不过子怡不要哭 有黄妈化身千年飞蛾 为你保驾护航 当黄金山身中蝙蝠长裙 张开双臂 播出指南高声大喊 痴然老碎吧 女神争霸战停不下来 男神也不能放松警惕 看看最近发福的秀们 已让多少粉丝哭云在现场 别曾下巴 在家油腻偏分 莫非失踪三胖 与你合体 韩国我爸虽不坚挺 中国男神却风景多好 奔跑吧兄弟活热开播 各路男色满足你的百变需求 在丽娘娘的精心调教下 邓超已成为时尚圈的红人 可以轻松驾驭 夸张服侍的她 是当之无愧的魅力领袖 风一样的男子李晨 最近更把自己练成了鸡肉男 在咱OL的时尚大片里 她的饱满胸肌 有种要崩裂的美感 中国我爸正在雄起 姑娘们的选择更加广泛 请各位拿出你的爱 爱她练她 拥抱她吧 时尚加点料 一周大联播 咱们下期见